大家好,我是一南天 欢迎来到益博士水峰智慧讲堂 古言云,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房作为一个修身养性 静心品欲的独立空间 从古至今都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布局搭配显得尤为重要 书房最能体现一个家庭的书香气息和品味修养 对整个家庭成员的学业、事业、前程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有的人搬了家 孩子的学习态度、学习成绩突然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也许就是书房的方位和布局上 起到了作用 可以说,好的书房布局会让您智慧、祥和、提升效率 从而受益终生 书房中最主要的家具就是书桌、椅子和书柜 这三大家具的摆放和选择是非常讲究 首先,这些家具的布局时,其材质的选择要根据使用者的五行、喜好来决定 比如说,孩子是二木的,可以多选用十木的家具 如果五行、二金,可以选择带有一些金属的家具 跟书房息息相关的方位叫做文昌位 文昌位是天上文昌星飞灵路载的方位 这个方位在整体、户型模样缺角的情况下是肯定存在的 除了八载文昌位,同时还有流年文昌位和命理文昌位 八载文昌位和命理文昌位是固定不变的 流年文昌位是根据九宫飞星的流年飞星的规律来寻找 那么,哪个文昌星的效果最好呢? 这个呢,还是结合命族的生意时程和家里的平面图来确定 具体的操作呢,可以回顾一下相关的课程 也可以呢,直接的私聊一下易老师 这里呢,就不做详细的展开了 相传文昌星呢,是专门掌管读书人的功名利路 因此,书房的位置呢,最好是在整个房屋的文昌位 如果因为房屋的先天结构的问题 文昌位呢,不能作为书房啊 那么,可以将书桌布置在书房的文昌位 同样会起到效果 除了文昌需要注意之外 还要注意书櫃书桌的摆放 古人讲究人者乐山,智者乐水呀 其中乐山呢,就是指书桌的座椅 应该背后有靠,靠墙或者靠书櫃 既有安全感,又不宜受干扰 这就是有靠山了 古人从事文书类的官员呢 还会在座椅的后面呢 放置一块有群山文里的大理石 以加强靠山的效果 美其名曰呢,乐山 还有呢,书桌不能离门口呢 太近 书桌的前面呢,要有一定的空间 叫做明堂,代表呢,虔诚宽卦 前面呢,可以摆上富贵族啊 文昌族之类的水种植物 有利于启迪智慧 起到智者乐水的效果 书桌上面的摆放也是有讲究的 应该呢,整齐有序 对于男性朋友来讲啊 左边的青龙位呢,一高一动 右边的白虎位呢,要低,要静 因此啊,台灯,手机之类的用品呢 可以放在左边 而指,笔,眼镜之类的用品呢 放在右边 对于女性来讲呢 女性为阴 应该加钱呢,是右边的白虎位效果 所以呢,台灯,手机之类的用品呢 可以放在右边呢 古人还有 书桌做极 书櫃做松的书法 因为书桌属羊 需要摆放在极粒房 书櫃呢 是静止了 属阴 应该摆放在不极粒房 帮助镇压松沙 书櫃可以用木制的材料 因为呢 木能增加书櫃的书房的洋气 我们都知道 学习啊,读书啊 毕竟是件沉闷,枯燥的事情 所以呢 书房颜色上 最好选择淡雅的色调 学生的书房要清爽,明朗 成年的书房呢 要庄重,典雅 还可以增加一些植物来点缀 一些长势良好的 绿色植物和盘栽 就十分合适了 书房的植物首选呢 是花中四君子 比如 梅,蓝,竹,橘 清新淡雅 而且呢 智虫高原 营造出很好的书生氛围 让人呢 一进书房 就想学习,想看书 好的 今天呢 书房布局的话题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房子 布局方面的知识呢 可以 直接私了易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